作词 张天鑫 作词 张天鑫 作词 张天鑫 听词 张天鑫 梦夏天鑫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口吻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年身外景又无尽 日久它乡进故乡 有此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阿嬷你可知道 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一朵雨一生情 每年冬天 为了感知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 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 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 大火蒸到七分熟 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 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 经营剔透的阴米 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 温和香诺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 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 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 这里曾经商谷云集 贸易发达 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 创造出一派世景繁华 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 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 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 如同壮硕的勇士 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 老街深巷里 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 来滩古镇依水而建 因水而兴 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 环绕着古镇 水道蜿蜒曲折 如同草书的来字 来滩由此得名 历史上 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 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 流经古镇时 河道变窄 暗礁遍布 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 必须停船靠岸 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将 驾船过滩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 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 都在后家长的指挥 后家长和前家长 都要齐心活力的 后来船我们 顺顺地放得下去 干活的时候 大家心得齐 你不齐心 那个船回去 它不一路的嘛 放滩将们 要想顺利通过来滩 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 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 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 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 往礁石上用力一点 船只躲过漩涡 向下游急速奔去 两人的配合 如果出现偏差 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 勇闯险滩的过程中 来滩人学会了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伴随着节奏鲜明的 瞿家耗子 同心合力的精神 就这样融入进 来滩人的血脉中 世代传承 船队的停泊 船工的集结 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 荒芜的江滩上 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急镇 今天的人们 把这里称为夏来滩 滔滔的渠江水 为古镇带来了财富 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 饱受水患之苦 清朝乾隆年间 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 曾经繁华的小镇 变得满目疮痍 看着眼前的场景 相嫌张其杰十分悲痛 他把大家召集起来 倡议在五百米之外的旧峰山上 新建一座场镇 来滩人一呼百应 他们下定决心 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 修建一座美丽家园 那时 来滩镇只有不到一百户人家 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 人们能够依靠的 只有自己的体力 木工们日夜不休 赶至门窗 挑夫们磨破了尖头 往返翻晕 米瓦将不顾酷暑言寒 搭防盖把 在重建家园 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 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 经过二十多个寒暑交替 一百多件高地错落的青瓦民居 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 然而 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 猖獗的匪幻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 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 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 无险可守 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 建议修筑一道城墙 并加修一座瓮城 为了守护家园 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 投入到建设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 当时怎么搬台呢 这个路过大路台 三根杆子 回头回头台上来 一步一步从下面 拿台的这个地方来的 很恼火啊 很不容易啊 古镇人协作分工 一块块重达两三百公斤的条石 被打磨成形 一个个壮汉依靠尖挑被扛 把他们运往山上累计成墙 又是一个十年过去 到了清同志元年 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 长达一千三百多米的城墙 和一座坚固的瓮城 然而完工的那一天 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 却为城门上的题字 争持起来 有的说我们这个地方叫奈滩 那么都写奈滩两个字嘛 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 应该去瓮城嘛 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就是奈滩汉 长达去瓮城的那个戴琴禅 他都站出来说话了 他说不行不行 毕竟这个奈滩汉城 是我们去全城之力修的 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 我们干脆就叫他 种子称城嘛 所以就有了这四个字啊 对 既是描述当年 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对对对 历经一百五十多年的风雨 城门上的四个大字 依旧清晰可见 囚境有力的字迹 彰显着古镇人 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 也把种植成城的精神 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 来滩人的心中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 所有的来滩人 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 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 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 被保留了下来 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 一代代的来滩人 在旧风山上新的场镇内 开始了新的生活 也续写着同心合力 种植成城的新篇章 坚不可摧的城墙 庇佑了一方百姓 也吸引了更多商人 前来开设商号 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 人气兴旺 周边乡镇的居民 纷纷前来赶长 小镇里的二佛寺 也因此香火鼎盛 对于来滩人来说 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 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 也记录下一段 砥砺前行的历史 搬迁到新厂镇之后 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 房屋会被洪水淹没 但是渠江边 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 就无法幸免 洪水过后 五米下吹的场景 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 来滩镇的各大家族 聚集在了一起 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 他们决定 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设仓 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 储存起来 一旦遭遇灾年 随时可以开仓阵迹 当时设仓就建立到这块 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 就是关于设仓方面的碑 碑集 就在设仓建好四年之后 渠江洪水再次泛滥 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 颗粒无收的困境 但是在设仓的硬蔽之下 急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 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 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 但是到了青铜制九年 设仓因为重已侵蚀 已经有坍塌的危险 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 基本上全人都参与进来 有天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物中 每一段抽取两刀作为修摄上之之 没有天地的大家都出力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来探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二百九十多两银子 把设仓修整如新 而那些参与过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 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 成为来探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建政 土帮土成墙 人帮人成城 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 富裕起来的来探人 在古镇里建起了九宫十八庙 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 最为辉弘大气 每逢遇到大事 人们都会来到这里 共同商议解决办法 1940年7月的一天 来探的街坊父老门 汇聚一谈 表情肃怒 气氛凝重 就在几天前 四十公里外的河川县城 遭遇日军大轰炸 全城三分之二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 七百余人死亡 两千多人受伤 战火中 一百多名幼童失去亲人 无家可归 得知这个消息 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 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 腾出一半 供孩子们居住 从这一天开始 所有来探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 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 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 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 教他们读书写字 附近的郎中 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 来探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 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 不久后 旅居河川的施剑翘 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 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当时他很感动 就是来探人很了不起 他也受到了气化 所以说附议区 都发起了医院献金运动 医院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 石剑翘在河川县城发出号召 每人捐赠一元钱 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 来探人率先响应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个动员大会 就在戏台上 对对对 来探的大人小孩 包括盖上开关制的 还有那些被小团团的那些生计人 和赶藏的都来参加了 本身是号召的是 捐一块钱都行了 大家知道有个经过礼 还有这个有钱 有些捐到几千 几千块 还有每个钱都尽量的多捐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 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 几乎被消耗殆尽 国家危难之时 来探人全体行动起来 八十岁的老人 捐出了半寿宴的钱 新媳妇捐出了赔价的首饰 周云的爷爷周焕然 是急镇上的一个木匠 参加一元献祭运动 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 手艺人他都捐了一百块钱 他可以买一条小柳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全拿 钱他说可以去找的 但是国家没得了 大家都没得了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来探以及河川其他乡镇的军民 一共筹集到了法币四十五万元 购买了三架先进的战斗机 并取名河川号送往抗日前线 此后 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 并最终成为一场 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 学生号 妇女号 记者号 中意号 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 飞赴战场 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 来探城门上的这四个大字 也成为了抗战时期 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 共同信念 中华民族深深不惜 它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就来自于民众 这个民众几千年来 前赋后继 不怕艰难险阻 所有的人兴亡一出想 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 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转位为安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 来探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 文昌宫内 人们天系品茶 安详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 封烟岁月里 来探人共赴国难的壮举 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 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 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 早入新的时代 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 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 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 周县学就是其中一位 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 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 群山阻隔 交通不便 那地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 从大山里走出的周县学 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 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奋力 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 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钩杂草丛生 碎石遍布 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由于周县学的人手不足 工程推进十分缓慢 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 主动找上门来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 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现在也才两年多 两年十个月 需要人的时候 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两百人 参加我们的建设 我们不要人的时候 他们都会回去忙农业 一副百人他们来 基本上是两步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 一千多名来滩人 接力参与 曾经荒芜的大峡谷 很快就换了模样 为了让家乡的山更清 水更绿 周县学又开始谋划起来 2017年3月的一天 两万株桃树苗 被运送到度假村 此时 正值春耕农忙季节 周县学不愿麻烦乡亲们 他带着自己的十多名员工 一起上阵 可是即使加班加点 一天下来 也只是栽下了五百多棵树 按照这个速度 全部栽完 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等到那个时候 许多树苗就会枯死 就在周县学泛南的时候 二百多名村民闻讯赶来 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 也要过来帮忙 那一天人他就是个性格 团先一只 我们花了两天时间 担的担 担的担 就把我们的桃子树 全部包装树 栽下去完了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 让周县学十分感动 渡家村建好后 它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 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 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 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 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 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来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 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焊发出勃勃生机 依靠着旅游 古镇上的景象恢复了客栈林立 人来车瓦的繁华景象 打瓷巴切桃片点豆花 在美式的香气中 来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 他们用双手把风衣足食 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在龙州是来滩古镇上 一项传统的民宿活动 每到端午节 来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州队 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 一较高下 这项比赛需要的是 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 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 必须要同心协力 奋勇争先 千百年来 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 众志成城的精神 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 总能拔得头筹 古镇旁边的双龙湖 就是河川龙州队的训练基地 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 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 换上比赛服 坐上龙州 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 2011年 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滑龙州的郑江陵 加入河川龙州队 刚到队里不久 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 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 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 大家年轻气盛 都卯足了力气 想要一举夺魁 比赛开始后 河川龙州队一马当先 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 眼看胜利在望 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 意外发生了 一名队员求胜心切 提前加快滑奖的节奏 整个人失去平衡 滑进船舱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 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 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 对 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 如果少了一个人的力量 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 反而这九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 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 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 同心合力种之成成 这八个字的含义 从此之后 龙州队的队员们 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 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不管是平时训练 还是出去比赛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 一定要团结协作 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 把所有的力量就领成一股水 成绩才会慢慢慢慢地 逐渐地好起来 如今 双龙湖的碧玻璃 龙州队的队员们 驾船静渡的身影 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 而他们众志成城 团结一致的精神 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唱起这首龙州浩子 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 周强脑海中 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 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 巷子里闲谈的街坊 行坐在古镇中 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家乡的味道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 每次回到家乡 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公 香音和香情 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 提供远远不绝的灵感 一段古老的渠江耗子 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 一碗热气腾腾的英米粥 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 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来探古镇 他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 我们应该重视他 走进他 去感受祖先要跟我们的财富 古老的城墙上 众志成城四个大字 依旧囚禁有力 鸟鸟的茶香中 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 动人的往事 文昌宫的戏台上 反复吟唱的依然是仙人的教诲 做人做事的道理 来探古镇的游子们 无论身在何方 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 始终不曾忘却 回看过去 曾经的激流险滩 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 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 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 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古镇人骨子里那种 同心合力 众志成城的精神 始终不会改变 也正是这种信念 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 不畏艰险 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在我梦中有一条河 日日夜夜在唱歌 曾经遍迁流经起落 它在心里闪瓦 故乡是那条飘满月光的河流 我常在思念里游泳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时候都向我插手 永远站在家门口 故乡是那条飘满月光的河流 我眼里的河流 我眼里的河都被它统统统统 那最幸福的乱流 每一条河流 每一条河都有相仇 轻轻喝一口就暖伤心头 天涯海角陪我游走 那是断不了的源头 一心相守 记住相仇 他在我生命残留